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看一些美景 想欣赏一些诗 那可能要去看画展啊 看摄影展 可是现在FB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的方式都到处都看得到 不过你要有时候真的让你看到很惊艳的作品的话 你大概就很快的就要follow这个FB的人 那常常呢就透过他分享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好像如临现场 那或者是简单几个字 就可以让你自己那一天的生活啊 可能是压力啊 顿时可以输压 所以在FB的那个通讯录呢 这个好友里面绝对不能少掉一个人 他叫黄明毅 不管你这门是他 这个照片 尤其是他照片的特色 很多农村人物 或者是说各个劳动阶层的身影 为什么这个人要拍这些东西 那你还有空误你的农吗 那我们今天就把他请到节目中来问个清楚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快问快答 首先先请黄明毅先生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黄明毅 那我自己脸书上是昵称叫胖大叔 住在嘉义蒲子 那是跟家人一起种小番茄 那喜欢拍照 所以也有很多人称呼我为农村摄影师之类的 请问你今年几岁 我70年次所以应该37 38了 哦 不太确定 好 请问你做的农作物就是小番茄一种 唯一一种 我们家是盖了温室 主要是小番茄为主 那请问面积有多大 目前温室的设施大概六分地左右 请问你回乡务农几年了 大概也七八年了 那请问你的摄影工作是第几年了 工作室成立的话算第刚满两年 你喜欢被当成农夫还是摄影师 可能是摄影师比较多一些 也没有看不起农夫啦 但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都是尊重每一个人 就像我拍很多产业一样 但因为我现在的身份的确比较 就是可能以摄影为主要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摄影师 或者是以工作者来称呼我会比较好 那请问当摄影师和农夫 这两个角色的工作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只能选一个你的选择是 选择当然是以摄影 因为我喜欢拍照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利用空档去练习嘛 那常常那时候就很累 中午甚至会打瞌睡啊 那当然后来就是两边兼着做 就是蜡烛两头烧都没有做好 所以当然后来我也真正选择其中一样 就是摄影 所以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成立工作室之后 我就把重心比较多都在摄影这部分 所以最后一题根本不用问了 就是请问当摄影机跟番茄掉进盒里 你会先救哪一个 摄影器材 就摄影器材比较 对 摄影器材已经掉进盒里了 不就是泡汤了就不用救啊 捞番茄比较重要吧 番茄 我怕水 严格来说番茄它是连续生长 所以它可以采收三四四五个月 对对对 那当然摄影器材里面可能记忆卡比较重要 我们的资料其实都是我们的智慧财产 可能我拍的之前拍的四五年以前拍的东西 到现在也许都还有一些可以卖出去的机会 照片对我们来讲 整理资料 这个图库都是还蛮重要的 好我那个无理投尸的快问快答结束了 接下来可以好好深论刚刚的这些聊天 是有点意外哦 其实感觉其实才几年时间 你回乡大概几年时间 好像慢慢的有理出一些头绪 其实这个过程也不容易 可以回溯一下吗 这个过程 我记得前几年媒体很喜欢用一些比较 比较洒狗血的标题 什么返乡 然后抛弃多少的 七百万年薪 之类的 那其实我那时候 家里的状况是比较负面 因为我是长子 然后我跟家人的相处关系 在那个时候没有很好 那因为我之前是在台南工作 那时候工作也没有非常顺 再加上我跟家人的情感也没有那么好 因为阿公住院 我们才真正去轮流去育宴照顾阿公 再加上我们工作 我们家里的状况也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才想说 那干脆就全部都搬回去乡下 我爸爸其实那时候也跟我们一样都是 一起回去丛林开始学习怎么 丛农 物农 对 所以我爸爸以前可能家里有块地 可能偶尔假日回去种种个树种个草 但是种个草 种个花 种个一些花花草草 种树阿 但是那种的经济价值可能他自己没有很在意 但当你把这个务农这件事情当成是你的主要收入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差很多跟心态差很多 是 很难轻松的起来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那时候会回去其实是有点像已经没有退路了 家里的状况不太好 那我那时候其实我二十几岁那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目标 就是只是赚钱工作赚钱 我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想要做事情或是想要创的业或是我有什么人生的目标 其实那时候自己不太了解自己只是毕业之后就找一个工作业务的工作 所以我有很多跟人接触的机会 所以我不会怕去跟人家聊天或沟通 但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赚钱 所以其实自己对自己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一直到了我真正回去乡下之后 开始学习务农 发觉他也是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需要很多经验 我们前两三年几乎也是比22k还少 因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 因为你种的不好管理的不好 施肥的比例不对 你的水你的各方面条件不好的时候 你要拿这些东西去卖 他反应给你的实际的收入就很就不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前面两三年 其实就是缴学费 我们那个时候真正的收入其实也不多 那我一开始也不敢跟人家讲说 我回去乡下务农 一直到了可能第二年第三年 中的品质越来越好了 我们敢拿出来跟人家说 这是我们种的 那个时候才慢慢有自信 所以当然会因为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开始比较有自信 比较稳定了 你觉得你可以带来一些收入了 收入慢慢稳定了 你才有办法想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你比较有自信 你可以去跟人家想说 这个是我种的 然后希望大家跟我捧场这样子 所以大概第二年开始 其实我就开始在利用自己的空档 就是学习拍照 那因为也希望说我们种的过程 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那一方面也可以 因为现在网路很方便 你种的东西你可以透过网路上去卖 所以为什么我会开始在分享照片 大概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大概是这样 希望记录自己在农村的生活 跟我想要把我们的农产品 透由脸书的平台 或其他平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跟我们捧场这样子 其实会拍照做整个生产记录 说自己农作物成长的故事 这样的小农 现在全台湾太多太多了 可是把拍照拍着拍着 不小心已经变成摄影师 这倒是还是比较罕见 你自己是过去在做业务的时候 或学习读书的过程那些 那时候跟摄影是没有过 没有什么关系 我读的其实是外文 但是因为我其实读书的时候 没有好好把握爸爸给我们 爸妈给我们的那些资源 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 不是那么喜欢读书 所以出社会之后 就是带一些服务业类型的工作 那当然我觉得大家用心的程度不太 面向不太一样 有人他就是 他就是确定他自己想要重农了这条路 所以他可能一直在进修的 也是这方面的方向 可能他再去农民学院啊 他再去不同的农业单位去进修 那我觉得当然以我自己的个性 掀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 务农的那种反复的生活 其实久了之后我会有一点倦怠 那当然拍照 他可以常常跟你可以到处跑啊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射手做的 所以就到处跑 那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也比较 我比较喜欢 所以就慢慢的我一直往摄影去投入 我常常讲就是 很多人他可能像你刚刚讲的 很多人他现在自己都会拍照 自己会记录 但其实他们比重不太一样 有的人他是重的很 他自己很用心的重 拍照很随意 那可能我是像我是颠倒那种 可能我重的就就及格 然后但是我拍照我会用 因为我自己喜欢拍 所以我会可能会自己去钻研啊 可能会自己去花很多时间去 想说怎么进步这样子 对 你是在哪一刻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吗 或者是觉得说 哇我好喜欢拍照这件事 是一个什么契机打开了那一扇 因为乡下嘛就靠近海边 所以日落日出其实很漂亮 我记得有一阵子 我们刚开始拍的前一两年 我们时常就工作结束之后 大概五六点 快天黑了快日落了 我们就赶紧 我觉得海边夕阳很漂亮 我们就赶紧拿着脚架 拿着相机 我们赶快去拍 甚至有时候我们晚上会拍银河 拍星星啊 拍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们半夜还会出门 但你想想看 有时候乡下可能七八点八九点 就已经很 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晚了 我那时候阿嬷 我印象很深刻 永远记得他就说 你买这个你是要做什么 这么晚出来要做什么 你买这个有钱贪啊 他们当然是比较 希望我们至少 基本的温饱OK啦 对 那所以不要说爸爸 连阿嬷 他们那时候一开始 当然会 有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样子 对那当然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 他们其实也管不住我啦 或者是说 也给我很大的空间 因为我也不会坐肩饭科啊 什么的 但是我就是至少我有在 我一直都要拍照 那可能他们都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所以他们也给我 这些空间可以让我自己去拍 那当然 这几年因为一些报道 或是一些比赛 或是一些展出的机会 让他们就越来越对我的这个 投入了这个摄影 他就比较支持啦 你有得过国家地理 全球摄影大赛 台湾去竞赛的人物组亚军 这是投入摄影 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这应该也就是让家人会知道 哇原来 我来这个孩子啊 其实在那之前 就有那个一步一脚印 有来采访我了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就开始已经有一些 我身边的 或是我爸爸 就我们乡下身边的这些 可能是农友啦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他说哇 你们儿子 怎样 有电视怎样 我爸那时候当然就开始 比较 比较放开心了 到了2016年的10月份 当然我投稿那个比赛有得奖 当然其实帮助我蛮多啦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 摄影同好 摄影爱好者 或是 呃 兼职的摄影师 他们可能也很用心的拍 但他们不懂得怎么去 运用你拍摄的 这些素材 或是这些照片 他们可能就是 只会享受这个拍摄的过程 但他们最终要呈现作品的这个 阶段 他们反而 不想要分享 或者是他们没有花时间去经营 嗯 那当然我觉得比赛这环节 其实他带来很多 当然就是 呃 知名度也好 或者是后续的工作机会 嗯 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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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成名之前 在自己投入了一件 就是很有兴趣 很有热情的事 可是还是要一边家里的农事工作 也要帮忙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不是因为作品得到肯定 慢慢的打开了这一边的摄影的这条路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跟其他朋友分享那个心情是可能还是在一个生活的轮回里面 其实那真的也还是不容易哦 对嗯我记得前两三年三四年呃我就是两边跑可能家里有工作就做然后我会接一些婚礼记录啦或者是一些就是兼职会接一些case但是那个case第一个我的报价我觉得也没有很ok反正我就觉得只是兼职吧额外的收入 嗯但是那时候蜡烛两头烧我就觉得两边都做不好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交往比较稳定的女朋友那我们家里其实在闭婚希望我们早一点定下来嘛那后来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不够稳定嗯再加上我们生活圈他是市区他我们是住乡下所以他觉得我们乡下的环境他对他来讲他会有很多负面的幻想啦眼泪快掉下来然后所以嗯最后当然就是不了了之 那当然就是说嗯你是说分手了吗对对对那只是其实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个帮助因为他是算是促成我嗯决定要两边要选择一边去走啦后来我就有点痛定思痛就是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贵人他给我一些意见啦他说你应该要嘛你就是好好的走你去注册一个一个工作室嗯那你就是光明正大的接案所以后来我就哎觉得这样子没有错两边选一边我才想说摄影 还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一个兴趣于是我就登记了商号然后就开始希望就以接案为主那当然我去分享很多讲演讲的的场次都会有有一些人会问我说哎那你你拍这个农友他们会给你钱吗你拍你拍这个题材因为他们印象中的摄影工作者应该都是婚礼记录啦婚纱啊或者是全家福啦亲子照啊宠物照 那当然我觉得嗯很多人把它定义成农村摄影但其实他还是跟人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其实我拍得到的很多都跟人有关嗯那也许像像现在有很多小农他必须行销他自己的产品他可能就来找我嗯我帮他拍生活记录拍工作记录那我就跟他谈一个case的费用或者是我现在也有接一些农业相关的杂志嗯写一些专栏 那当然我也会持续我也还是有在接一些婚礼记录的工作嗯嗯在当年因为爷爷生病然后爸爸跟你都得选择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务农的对而且是直接回乡下生活那时候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会感觉绕了一个弯其实是开创了另一个事业是摄影这件事情而且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感 当然我觉得嗯像我每天都在拍照嗯你怎么样去分享他这个是也是蛮需要花时间去做的就像我讲的很多农友他种的很好很用心那拍的很随便他自己的生产记录他自己拍的很很随意你等一下什么叫做拍的不随便不然你说看看啊哪这是不清楚可能手机这样子拿着就拍了就就就就那个哦那也许我们对于整个构图啦光线啦可能我们在某方面要求会稍微多一点 但也许这些农友他平常很认真很专注的照顾他的产物但是他在拍照这一块他可能就是也没有太多想法嗯他就觉得啊有记录到就好了但其实对我们摄影师来讲呃记录到只是很基本的一个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左眼的左眼的重点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就靠着自学把这些摄影技巧自己其实现在网路上的资讯很多YouTube上面很多甚至因为其实我前面几年一直都在大量的阅读 很多人的作品很多人的甚至YouTube上面有很多教学的东西照片其实已经很简单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拍嗯但是怎么样拍出你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想要表达或是你想要留下什么这些这些系统或是这些一整个系列是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假设如果有人拍拍的不错他可能只拍一两天但是我们可能用心拍了五五六年也许那个资料库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些画面我还没有拍过也许我可能之后我会赶紧利用他的产记或是我看到报道的时候或是我知道我联络上一些某些农友的时候我会赶紧去拍只是为了累积自己的资料库对不是为了接案子赚钱我觉得都有因为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会跟人接触到的东西嗯那你去跟这个这个陌生的这个有点像陌生开发啦我去跟你这个农友拜访的时候也许诶你同意让我拍了诶也许我拍的真的不错 后续可能我们也许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来了 真好到小宝对对对自己辛苦过就真正的务农的这个身份然后跳到你变成一个旁观者拿着镜头的时候再去看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你自己有过什么很冲突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又更进一步的成长或变化吧嗯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小农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也是学着很多人网路上的一些 文章啊故事啊在推广自己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某个方面来讲就是大家也都在都是竞争者啦所以我觉得诶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共同运销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很难去做到这个合作我自己一开始我也要卖我的小番茄嗯哼那我也有产销我们也是产销班的班员我们也有我甚至我叔叔他也是种小番茄的但是我们就也不能好好的合作卖一起卖你懂意思吗嗯哼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产销的制度 就是让农友很很有时候就很辛苦啦嗯我跳到旁观者之后当然我看到更多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以前的人比较被动他们思考没有很多他就说啊我就好好的人嗯啊你就好好的帮我买嗯但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可能不见得啊这样就够了自己还是要稍微想到更多我觉得你这个摄影师内心系很多很纠结 因为你你有自己的呃经历然后你看着镜头下这一个人你也替他想了很多他遇到的困境或什么跟他听他的故事可能又更加深了你对于这整件事情的关心的程度哦所以有时候我照片我脸书上照片他可能不是他当然是一个照片但是我有时候如果我跟他聊了很多我也许会有一些文字的抒发嗯那当然很多媒体他可能借着我的这个报导或是我的这个文章 他可以再去follow或是去采访这个这个这个农友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他的确很需要被看到因为我拍了这个题材之后我跟这个人有了一些呃连结或是我看到更多的这个以前没有看过的其实是我收获最多啦那照片只是一个让我可以留下来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对以前也蛮疯狂的拍了这么多但是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 就是就是自己走过自己拍过其实那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每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嗯对我们今天在青农市集on air访问的是一位奋青农哈哈今年37岁的黄明毅呃自己自称是摄影爱好者别人是喜欢说农村摄影师对那么接触摄影的时间大概才七年不过明毅呃所拍摄的农村的创作 在FB上社群网络都有非常高人气而且作品也拿到很多奖项甚至于也自己出了呃摄影作品等等今年也还有摄影作品会出炉 但是呃聊到这边主要我们是先从你其实是一个不情不愿的得回乡务农的那一个大概就是七八年前的那一个起点开始所以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会很出乎 自己意料的转了这个弯后面又转一个更大的弯那我们呃还是回到如果说在现在你已经很清楚找到自己其实用摄影机务农我觉得你几乎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我我自己有时候会形容自己我就是用广播用麦克风在务农我去访问农人让农民发声让农村发声那我感觉名义就是让镜头发声让镜头里的农民让这些工作者也有机会 所以虽然是没有声音的画面不过因为你的摄影的作品里面其实都有传达出有时候是很强烈的意识很强烈的意象给我们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农民朋友也好所谓的这些媒体朋友或者是有在关心的或是甚至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对大家对农村的这个印象都比较比较负面一些 或者是比较看不起所以我希望说透过我们摄影的角度可以看到更多不同面向包括当然就是比较辛苦的那一面但是也有更多是有希望的甚至是我们也有一些创作是好玩的无厘头的 比如说我跟我的同学我们拍了一些好玩的创作我们就利用农村的背景去拍一些很枯手无厘头的画面那时候当然也有其他的媒体来采访就蛮好玩的 那我最后一个私人的问题透过公开的方式来问你拍过你爸爸妈妈吗 我拍过像名片上面那个是我阿公 呃名义的个人的名片上 哇这就是阿公 九十三四岁了 在吧 还在还在 哦好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很多人他去拍农村拍一些断壁残缘拍一些过往的东西拍一些老的老旧的东西 然后用很怀旧的色调然后用很悲情的眼睛 怎样大家都中枪了吧 但我讲的就是说大家都这样子拍的时候你这样子拍你是不会被看到的 嗯所以你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啊你去看到这些所谓的生命力你去看到这些真正在这边生活的这些人他才是这个本嘛 所以其实我这几年为什么一直拍跟农村有相关的人事物为什么有这么多产业故事因为我的重点一直都在人 嗯那刚开始出发当然我就会拍我家人啊我弟弟啊我爸爸我妈妈甚至阿公阿嬷他们就是帮忙采番茄啦或是干嘛 一些劳动的过程那当然就从这样子延伸我就陆陆续续拍了我们家附近很多的 然后我有脸盲症有时候我拍过了其实但是我忘了你知道吗 然后他去跟他搭讪都说哎你不是丁给他去拍 他可能做的工作内容又不太一样一直在拍跟人有关 所以家人他其实也是我应该说家人以外亲人亲朋好友 你常常看到的这些我脸书上的照片其实大概八九成都是陌生人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 我可能今天跟你认识之后我取得你的同意那你在做的事情透过我的我的拍摄或采访 然后我去我去帮你分享哎我看到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他也是我的影像日记啦 我每天我一直有人是用文字有人可能是用广播有人可能是用画画 那我是喜欢拍照我看到我今天拍到的东西他就是我的生活日记 大家听不过瘾的话你就直接follow黄明义的FB就对了 因为这些东西这些照片真的很精彩每一张照片背后也都还有一个故事 可是因为广播的方式我自己只能独享 大家可以透过明义的那个FB 然后可以关注更多的农村的影像用影像说故事 那么今天很谢谢明义来 很期待你最新的作品出来 好谢谢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小市集大通路 在嘉义大学新民校区的运动场每个礼拜六早上八点到十二点都有农民市集你来过吗 这个市集叫做加大有机农产品市集成立九年咯 当年是由嘉义大学农业推广中心为了协助拓展云嘉南地区有机农产品的行销通路而办理的 这个市集卖的通通都是具有有机农产品验证证书的农产 有个很吸引人的诉求就是 价钱公道 有机农产生产者直接在这里面对消费者 跟大家面对面交流种植的经验 也可以省下中间商的成本 所以让价钱更公道更实在 不只本地人会把握每周六上午八点到十二点的采买机会 连外地人如果开车旅行都会记得要路过嘉义大学这个有机市集 我们快来看看最近可以买到哪些有机农产品呢 从次同来的幸运草有机农园 他们有瓜果类 叶菜类 无花果 还有洋葱 再来中浦的安地有机农场 他们有米 有巴勒 姜黄 洛神 凤梨 还有黄地豆哦 另外竹崎这个地方有一个杏仪药草水果园 他们也会摆摊 大家可以买到火龙果 荔枝 黄金果 蛋黄果 野菜类 以及一些药草类 像鱼心草啊 白鹤林枝草 金银花等等 再来中浦也有一个真五有机草莓园 他们会有草莓 西瓜跟美农瓜 哇塞 这个季节了 还有草莓真不容易 另外新港也有明顺有机农园 他们会卖牛番茄 小番茄 彩椒和叶菜类 再来像布袋的清肯农场 他们也有木瓜 地瓜 人参山药 番茄玉米巴勒 还有芦笋 又到六点了 你今天晚餐会煮什么呢 刚刚说了那么多 呆晚雄亲的青菜水果 很好奇大家的菜单 会是哪一道呢 如果你想跟大米分享你的餐桌 欢迎到脸书留言分享 FB搜寻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米米之音 还能听到更多农村故事哦 下周一般晚5点20分 空中见 拜